特首去内地开会都是隔离14日吗 那我不知道 照道理人人都要隔离 如果想防止疫情扩散 不过香港都有很多特殊人物有得优惠 俄罗斯使馆里面那些应该不是大使来的 那些职餘的都原来有特殊优惠 又有个明星来拍片又有特殊优惠 优惠过多就连病毒都优惠了 年底有个健康马安新出行是绿色的话 他不用隔离来地的机会大不大 欢迎大家收看《思对话》的第二部分 最近有个新闻就是全国人大常委月底不经举行 结果是谭耀宗的 他是常委来的 逼他回内地 因为说香港有一宗 所以内地就不让谭生去 不过这个消息引起很多的揣测 其实我想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 就是究竟何时通关 那我们是不是无料期等 我们找施老板说一下 施老板欢迎你 你好 你好 但这个消息也挺吊诡的 嗯 我不知道谭耀宗是怎么回大陆开会 他回大陆开会 他回大陆开会 不隔离啊 不隔离当然是没得给你去 如果你说愿意隔离都没得去 那就没可能 我同事都去了大陆啦 那我同事的地位 远远不及得 谭耀宗还是去开人大会议 因为以前在大陆 你去开人大会议 又有特殊通道 又有专车接送 甚至有摩托车的警察 在你的车队前面帮你开路 那是特殊人物来的 应该就优待多些才是 那竟然没得去 那除非是借你发放一个消息而已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 就是这样说出来 其实是想传递一个讯息 不过真的说没得去 天天都很多香港人去大陆 为什么会特意不让谭耀宗去 不过你说他又不肯隔离 那就没得去 但是特首去内地开会 都是隔离14天吗 那我不知道 照道理 人人都要隔离 如果想防止疫情扩散 不过香港也有很多特殊人物 有得优惠 即是连一些 譬如俄罗斯使馆里面 那些应该不是大使 那些职业 也原来有特殊优惠 以前又有个明星来拍片 也有特殊优惠 那么优惠过多 就连病毒都优惠了 所以如果质证来做 无论哪个人都要有一定的要求 那起码都要打针 就是有了 就是打了两次防疫针 那可能有病毒检测因性 那才有得去的 但是你有关 你看到美国的新闻 就是说如果你将来是 即11月开始是你打了疫苗 包括世卫认可的疫苗 包括科兴 都可以不用隔离 那么我们内地 这个是美国 美国是想着和病毒共存 和病毒共存 不是目的 目的就是走这条路线 就可以百无近忌开放 不再做防疫设施 那就令到生活可以如常 经济可以如常 他是为了经济上的就是收益 不惜牺牲有一部分 就是对抗病毒能力比较差的人 他们的生命受威胁 那中国政府说明不想走这条路线 中国政府是想清零做的策略 就是说对于受感染的人一发现就加以隔离 直到他证明是没有受感染 而其他他们身边有个接触的人都立刻追踪 要搞清楚他们没有事才放他 那么中国采取这种比较严谨的防疫措施 那才有机会将病毒拒于国外 或者偶尽日来都困住你清理了你才给那些人出来 来跟社会接触 那所以中国自己花了这么大气力 当然不想随便给那些有病毒受感染的人 进来自己国家 那其实香港我觉得本来都做得不错了 基本上清零间中有一两个 因为外边进来的 传开了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我认为 已经没有在社区流行的 所以中国就对香港我相信应该是可以逐步开放的 那现在就是社会上传的说法就是 只要香港愿意就是走中国一样的健康码 就是不需要全香港走的 只要是回大陆 你想回大陆工作探亲或者旅游也好 那你就要实名登记你的健康码 等中国有机会知道 你去什么地方 一旦发现疫情 立刻可以追踪到有密切接触的人 然后就进行隔离 那这样东西可以给香港人自己选择 你要上那你就要用这个健康码 所以你觉得如果有个健康码是不需要隔离 有健康码当然 你有健康码 不需要隔离 健康码譬如亮绿灯的 那你就可以不需要隔离 那就是说 穿绿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没有接触过被感染的人 你最近的测试是因性 那你就可以上去 还有你是打过防疫针 那这个在内地都是这样的 内地都有不同的城市都可以往来的 就是那个城市没有出现大爆发 那他就给你了 譬如香港现在也没有大爆发的 你又打过疫苗 你又上去之前做过测试是因性的 那你又愿意那个安身出行是可以追踪到的 那我相信中国是不理想让你上去的 就是中国不是要整死香港的 不过中国要保护自己 不会受到受疫情感染的人 可以随便去中国任何一个地方 年底这样 就是譬如有个健康码 安身出行是绿色的话 他不用隔离内地的机会大不大 现在就特首就来选举 如果北京是想扶林郑一马的 那最好就是年底之前搞定他 那我认为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了 就是说香港本身没有大规模 不要说大规模 小型的社区都没有 差不多香港每一个国陆都已经没有病毒了 有的都是外面带来的 外面一天来就隔离你了 那所以香港其实做得不错的了 那所以做到你打了防疫针 你上去之前做检测是恩性 上了去愿意用内地那个标准的健康码 那就可以了 明白了 多谢你施老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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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